針對癌症以及所有以前神經退化性的疾病 比如說中風、阿茲海默症、巴金聖士症、小腦萎縮症以及脊髓損傷症 這些過去已經沒有辦法突破瓶頸的疾病 未來我們都建議把希望寄託在幹細胞身上 因此基於這幾個考量 衛福部在107年的9月6日 也就是兩年多以前公告了特館辦法 裡面的副表三有六大項我們可以施作的 包括免疫細胞、治療癌症以及幹細胞、肢體的幹細胞 治療所謂的皮膚缺損以及所謂神經退化性疾病 這些都是已經合法可以在醫療院所使用 那麼這些細胞的施作來源、好處、壞處、誰可以做、誰不能做、怎麼做 做了以後什麼副作用、做多久 還有一項就是瑞士三合一細胞培養免疫生態 簡稱胸腺生態 這個胸腺生態在瑞士已經有70年的歷史 包括過去的很多抗腦回春 包括很多的癌症病人以及慢性病的病人 都是喜歡而且認定這種新的療法 這樣的療法在臺灣進行的時候要經過衛福部的合法申請 每個使用者必須填了七項的文件 包括診斷證明、包括病例、包括同意書、委託書、自用切結書 我們送衛福部七個工作天就可以由衛福部發給一個核准函 上面有衛福部蓋章認定合法可以進口的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足以進口 施打的時候我們的護士會在你的面前幫你撥針、點膠 你申請跟衛福部申請的是什麼樣的品項 我們打的就是什麼樣的品項 每一次都會把數量跟你手指打的物品品項 清清楚楚的呈現在病人面前 甚至於這種療法在國際的期刊上已經有60篇發表的正式效果的醫學期刊論文 包括16篇至於癌症的一種療效 以及高血壓、糖尿病、中風、心肌梗塞、鼻型肝炎、細型肝炎、慢性肝炎、洗腎病人 還有精子、卵子的回春、慢性疾病的調養 都已經發表非常完整的論文在上面 另外也有合併口服的胸腺生態及皮生態做為平時口服的保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完整、有效、而且合法 由政府批准、合法、蓋章、個人專案申請的療法 我們在所有跟各位介紹過的 自體免疫細胞回輸 自體的幹細胞回輸 以及瑞士免疫胸腺生態的注射 這三種療法希望各位能夠把這些療法記在心裡 如果各位觀眾你對這些細節也有興趣的話 為什麼他們治療癌症 為什麼他們治療以前無法治療的神經退化性疾病 像中風、胎滋海默症、小腦萎縮症以及脊髓損傷 這些神經破壞已經沒有辦法恢復的疾病 現在的新希望如果你對這個話題也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如何打?什麼人可以打?什麼人不能打?要打多久? 哪裡打?怎麼打?劑量怎麼樣?有什麼副作用? 打了以後怎麼樣?會有什麼? 這些相關的問題 我們可以給你很多最新的醫療資訊 歡迎你留言加入我們的討論 我們能夠用全力來幫助你解決你的疑難雜症 幫助你解決很多很久很長期 困擾你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希望你到我們交流的粉絲團成為我們的狂衣袖狂粉的一份子 這樣你當然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知識跟資訊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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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